今日 联勤保障部队充分发挥 医学重点学科辐射带动作用 组建医学专科联盟 推动联合诊治 复杂疑难伤病机制 和战创伤救治技术应用推广 进一步加强联勤保障能力建设 日前 一场综合战场商救护训练 在实战环境下展开 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的 骨科专家们通过专科联盟优势 将先进的战创伤核心救治技术 辐射到部队一线 联勤保障部队医学专科联盟 由相应专科领域 具有领军或领先地位的 医疗卫生机构牵头组建 对于重大疑难罕见病例 优化急会诊流程 通过现场延伤 远程会诊 手术指导 技术培训等方式 实施联合救治 前不久 联勤保障部队 放射诊断科 专科联盟 由东部战区总医院 联合均地300多家医疗单位成立 他们依托研发的人工智能 快速筛查脑出血 及动脉流先进技术 可在一分钟内实现精准快速诊断 这一技术应用于战时快速救治时 后方医疗队可根据回传数据 快速制定救治方案 为战场伤员争取宝贵救援时间 作为医院平台支撑科室 我们要做的是不断创新影像技术 让优质临床教学和科研资源下沉 将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 运用到战场救治中 据了解 联勤保障部队首批 组建15个医学专科联盟 其中解放军总医院 牵头成立9个 第一医学中心神经外科医学部 牵头的神经外科专科联盟 就吸引了197家军地单位加入 这两天 第三医学中心 泌尿外科医学部主任张旭 带领团队在意大利罗马 通过我国自主研发的机器人平台 对国内前列腺癌患者开展了 远程前列腺根质性切除数 双向通讯距离超过2万公里 这也是该学部牵头成立 泌尿外科专科联盟后 开展的首台跨洲际远程外科手术 创下了双向通讯距离 最远的世界纪录 对未来野战环境和受灾地区的 远程救治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将投保的这些泌尿外科 战创上继续推广 各层面单位 紧紧地名称一股神 共同开拓 创新 推入高质量发展